哈喽,今天我要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 没有水,没有多温水,没有多冲凉,没有多洗碗碟,没有多冲大便 不,但是幸好我们有储存雨水,至少还可以冲凉和喝水 我们现在去看看我们怎样储存雨水 Let's go 装雨水 装雨水 幸好呢,还有储存雨水的地方,至少可以冲凉,至少可以喝水 OK,Let's go 你要去哪里? 哈,跑进去了 Hello OK,我们终于来到我们储存雨水的地方 这样子呢,我们就叫做rain water harvesting 那为什么重要呢,其实你在家也是可以做的 就好像我们从屋顶把雨水收下来 通过那个part,进到这里 这就是我们的雨水了,OK 但是呢,其实我们没有直接从这里喝 OK,或者是用,用可以啦,但是喝就不能啦 我们就会先把这一干净的水,我们会 上去那边 上去那边 那边就是那个黑黑的地方 OK,然后 从那边呢,我们组成了很多水 那就可以在急需要的时候呢,就可以用咯 OK 这样,现在呢,我们就上去 装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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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我们从上面的那个黑色的tunky呢 就panel 下来这里 这样我们就可以拿来浇菜园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可以拿来冲凉 喝水 为什么呢,突然间没有告诉我们 没有通知我们就没有水 幸好平时不是有收雨水 要不然不是糟糕 冲凉怎么样冲 急用的时候如何是好 幸好有储存那些水 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打开 所以先做个filter给它干净一点 OK 可以抽进去 OK 好 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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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我们装了一桶水 足够今天用 因为为什么呢,信息是说 不知道会持续到明天早上嘛 哎哟,那么久怎么可能够 这样至少可以冲凉啊 喝点水也好啊 所以其实很重要啊 如果接下来秋变化的时候呢 可能会更多的变数 也建议大家呢 可以做一些收水系统啊 雨水收雨水系统啊 还是收一些土群那些水在家 因为没有水很多东西都很难 植物很难长 所以人也很需要水 OK OK 我们先装一点点哦 所以呢,其实呢 水呢,是占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你在说 永续性的这一个方式 种植方式的话 那 一样不可以缺少的就是水啊 就是可能没有阳光 有些植物 还是可以再没有太多阳光的直接生长 但是水的话真的是很难 所以如果可以 呃,有自己储存水 或者做一个简单的water filter的话呢 那我们可能至少有水喝 人70%呢,都是 身体体内都是水 如果缺水的话呢,真是很难 但是缺食物还能活得久一点 所以呢,很重要的就是 就是我们要有 呃,呃,就是准备 就是 接下来如果没有水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 OK 好,这就是我们其中一个方式 你可以收集雨水 OK 好啦,够了,今天够用了 OK 就这样满满一桶水 就这样满满一桶水 好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 啊,的话 那可以跟着我们其中一个video 就是教你们怎么样 呃,自己做自己的储存水 呃,这个档机 那你可以去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收看啦 那更多的话呢 如果你有参与我们的 guided educational farming 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跟你分享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 好啦,就这样子 有一桶满满的水 好啦,拜拜 拜拜